决战千回重击突 三方原地掉幽魂 武田智略德川勇 史记寻求 往西横 大家好,我是梅南河总网 继续带来战国无双一代猛将传 本多终胜之章的游戏解说 直接换第二套服装 因为这次流程币更适合第一套 第三关是三方原之战 也是本多终胜之章的分歧点 在宇柴秀吉和德川军的奋斗下 枝田信长的大军成功从旌旗撤离 数月后重新整顿好军事的信长 再次邀请德川家康出兵 与子川之地和前景招仓联军展开大战 德川军以寡兵对抗招仓大军 最终靠着本多终胜和神元康正等人的奋战 扭转了战局 但说句实话 德川家康这盟友当的堪称楷模 这时德川已经和武田把金川瓜分了 根据地也从三河移到了东边的远江 所以他从远江出兵 需要途经三河、伟章、美农、南晋江 再到北晋江 像金旗是在京都会合后出的兵 还更远 信长从旗父到金旗是106公里 到子川是59公里 加康从宾松到金旗224公里 到子川是177公里 来一趟就不容易了 还跑了两趟 而且从金旗到子川才隔了不到两月 按记载是 阴历4月28从金旗撤退 信长是4月30回到了京都 身旁只有10余人是最早到的 一趾整顿到5月9号才准备回齐富 5月21号到达 毕竟不能走大路 容易遭到六脚架袭击 只能绕道 也因为有这层危险 信长绝对不会让加康单独走 所以加康至少在进入美农境内之前 一直是和信长共同行军的 如果5月21号再往远江赶 那加康到宾松的时间差不多6月份了 6月24就已经整顿完 并且在恒山城和信长会合了 那6月10几号 加康就得出门 回家刚休息十几天 就又得出兵了 所以紫川之战 德川打昭仓不光是以寡敌众 还是以劳待义啊 昭仓家还有真饼一家的的猛将 就这样德川居然都打赢了 所以我也怀疑 他是不是根本就没回远江的宾松城 而是在旧根据地三河的钢旗城主流的 让远江兵回去 带三河兵参加的紫川之战 不然这些兵也折腾不起啊 为了帮信长 加康真的可以说是竭尽全力了 足利一招 组建信长包围网时 也给德川加康写过信 许诺他为副将军 但是加康一口回绝 依旧和信长站在一边 这两家的同盟 真的是兄弟轻易 远不是那些靠利益维持的同盟能比的 前几回是帮着信长打 这回终于该自己被找麻烦了 甲匪之湖武田信玄率领近三万大军西进 攻进德川岭下的远江和三河 德川加康在和之前的援军会合后 本来准备坚守在宾松城的 却因为气性太盛 而被武田信玄的挑衅引诱出城 两军在三方圆展开大战 形势对德川方相当不利 而本多忠圣将在此 从中和圣二字中做出抉择 战畑的援军会合作 战畑の働き 战畑の働きにより 信長は窮地を脱出 徳川軍は大勢を立て直さない六河に戻った 一方戦国の巨獣武田信玄が この感激を縫って上落を果たさんと動き出す 武田軍是招臭的勢力 中央的地上迫在徳川的領地上 我认为负责 要是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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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 贝香原的战争 进入战斗准备 胜利条件是德川军全武将到达脱离地点 但是只要任何一个任务失败了就不能逃了 根据不同的情况 胜利条件会变成击破武田信玄 或者击破武田军全武将 但就算是逃脱 如果用忍者二段跳进本阵杀信玄 也一样会胜利 只有前两个任务都失败了 才需要击破武田军全武将获胜 如果是第一个任务失败 第二个成功 或者别的任务失败 胜利条件都会变成击破武田信玄 这次用武级武器斗江荒霸土 荒霸土有说是神文时代的神明 也有说是夏宜族的土著神 关于这个神的资料实在是太少了 所以也说不出什么来 这次属性不重要 这关是打算带五轮书的 所以附加能力用了攻防移增的配置 原始能力的以后也会用的 但不是在这关 刀具自然是五轮书了 虽然这次要保全友军 按理来说最好有镇太鼓 但是这关有控住小山前信帽的方式 不带也可以过 终胜这关带修罗还可以了 能稍微增加些清兵能力 完成第一个任务前就能打个150-200人 后面注意一下顺序 就不至于有人败走了 除了最后一关带五轮书会打不动庆祠外 其他的时候也是能用的 护卫兵换回为他特制的五代平八郎 看一下人员配置 在这之前 德川家康正处于意气风发的时期 自打统侠间之后 他从金川家独立时开始 他是真觉得自己解放了 不用再寄人篱下了 而且直到这时为止 他在战场上可以说是非常顺利 就连子川这种极端不利的战况 都成功扭转了过来 一直这么赢下去 迟早是会飘的 这次信玄的西进算是给他好好上了一课 他守着宾松城就够了 没有必要出城迎战 但是家康这时 一是太自信了 二是太要面子了 三是他真把信长当亲兄弟看 把枝田当自家人 信玄西进打枝田和打德川 在家康眼里是一样的 所以他出兵了 然后就上当了 这是德川家康第一次体会到 严重损失的败账 以前也损失过一些家臣 有当内应被发掘而死的 有胜利后追击被反杀的 但这回不一样 本多中贞 鸟居中广 成赖正义 田中义刚 夏木集谢 陵木九三郎 他们不是为了立功而死的 是为了救你呀 只是为了能让主军活着回去 就甘愿去赴死 这就是为什么我坚决反对 那些认为家康一开始就是打算跑的观点 如果家康是为了糊弄事 不可能损失那么多家臣 好在他们的牺牲最终得到了回报 家康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不成熟之处 不能一味义气勇士 而忽略那些一直为你奋战的家臣 正如同你把信长当兄弟一样 信长也不想失去你 所以家康经历了这次败战后 从此形势就变得深思熟虑 隐忍到了最后夺取了天下 也许这也离不开当年在金川家时 忍辱负重的经验 但时不时人们也会想起 当年那个不成熟但却又意气风发 为了盟友两肋插刀 勇敢面对强敌的竹签袋 副将是福布伴藏 在本多忠圣之章 他就只有撤退式的一句台词了 忠圣还是带着女儿出场 但是他还得再等一年才出生 这已经是本多忠圣第二次 还是第三次打五天军了 第一次是三年前的金谷之战 本多忠圣作为殿军 抵挡山线昌景 引护德川家康射退 对 在金旗和子川之前 五天就已经和知德两方开战了 都这样了 家康还敢出两次远门 心也是够大的 其实在三方圆的时候 本多忠圣仅仅仅只是在左翼领了一队 他真正打的是在两个月前的一眼板之战 也算是三方圆的前哨战了 这段稍微细说一下 毕竟是关于本多忠圣的一个重要典故 五天军是兵分两路 山线昌景和秋山虎帆率三千人进攻三河 五天信玄带两万两千的大军进攻远江 在犬居城主天野景观投降并带路后 信玄又分五千人给马场信房 在攻陷了远江的纸来城后 再进攻二宇城 信玄则亲自率领一万七千人进攻北远江的其他城 在一日之内 连克天方一宫梵田隔阂向立五城 再说打三河的山线昌景秋山虎帆那一路 三河的山方三人众 也就是田丰作手长小三城的城主 全部投降了五天 并且帮忙带路 之后又攻陷了诗本城 顺势进入远江 攻陷一平城后和信玄本队会合 一起围攻二宇城 此城一旦被攻陷 就会切断宾松城和其他之城的联系 意味着远江不属于德川了 德川家最多能动员的兵力是一万五千人 但跟三河的联系已经被山线秋山军切断 所以能动用的只有在远江的八千人 加康令本多中盛和内藤信城先行侦察 自己带三千兵马随后出阵 中盛和信城的侦察队撞上了武田的先锋队 由山线昌景、马场信房、小山左近带人 有五千人 侦察队立即撤退 而武田军却急速追击 一直追到宾松城东方的一眼板 德川家康下令撤退 由本多中盛和大脚宝中左建后 本多中盛连阵行都没步 就直接冲向了马场信房队 并突破了两道防线 让德川本队得以撤回宾松城 小山左近带铁炮队 趁机截住了本多队的退路 而中盛在撤退时 却选择了从正面强行突破 被誉为大龙流之阵 小山左近一看这绝死的阵势 暗起敬佩之心 让部队让开道 放钟圣过去 钟圣向小山问道 近日由姓遇见具备武士之心之人 敢问阁下姓名 这小山左近答道 我是个叫小山左近的疯子 趁我改主意之前赶紧走 小山左近是武田信玄的近士 回去之后他向信玄报告了此事 信玄表示 家康这种小角色根本配不上 后来小山左近 为此做了一首狂歌 就是那句著名的 家康有两个他配不上的东西 唐之头和本多平巴 唐之头是从唐吐传入的一种 以牛尾作为装饰的头盔 据说是家康在落难的外国船上找到了 十分喜爱经常带着 后来还有人仿照这个做了一首 三城有两个他配不上的东西 岛之左近和左河山城 在一眼板之战中撤退也就意味着 德川军已经放弃二宇城了 二宇城的守兵虽然只有1200人 却硬撑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最后信玄发现二宇城中没有水井 取水是从塔楼上用吊筒从天龙川拉上来的 于是信玄就造了一堆木筏 截住了天龙川的上流 被断了水的二宇城最终只得投降 守将中根正照和青木真智趁乱逃回宾松 两人都在之后的三方圆之战中战死 然后又是武将介绍的部分 这次应该是有三个要说的 神元康正德川四天王之一 神元氏出自三河仁墓室 后来移居到伊氏国神元村后改向神元 神元氏又分为留在伊氏的本家和回到三河的分家 分家的这一支是九景中上的陪陈 神元康正自幼好学 13岁时当了家康的小姓 借此关系神元氏的地位就从九景氏陪陈 变成了和主家直接关联的 和本多忠圣同龄 但到了三河一乡一魁时才轮到出镇 康这个字就是加康赐给他 和本多忠圣一起被任命为齐本心首义 同龄五十名武士 所以后面子川三方圆长小之战这俩人都在一块 而且同样讨厌本多郑信 这就是两人多年来共事的默契 在子川的时候 忠圣从正面突破 康正就从侧面齐齐 在三方圆撤退的时候 他没有跟着进宾松城 而是在召集没来得及进城的士兵 他最著名的应该是小木长丢手 在白山林骑袭羽柴秀刺 打的秀刺连战马都丢了 骑着随从的马逃了回去 但重要的不是这个 而是在这之前 因为康正是当时的书法家 经常作为家康的代笔 他写了一份习文 指责 羽柴秀吉身为知田臣下 却取而代之 又迫害旧主 实为无道逆贼 然后把这篇文章 刻在高扎板上广泛宣传 还附有羽柴秀吉的人图像 羽柴秀吉看了后 勃然大怒 悬赏十万代取康正的首集 到后来秀吉和家康和解 指明要康正出使 康正面见秀吉时 秀吉表示 在小木看到我自己的画像时 就想招你来问罪了 但如今再回想起来 只觉得 阁下真是好本事 真羡慕德川大人 能有小平泰这样的家臣啊 然后给康正封了个 师不大府的官 因为那时已经是封臣秀吉了 就次性封臣给了康正 他是第一批里的 那一年下次的有九人 羽柴秀长 羽柴秀次 公布长房 却不重正 沟口秀盛 景仪执政 神员康正 高丽清长 大九宝中林 九个人里有四个是德川家的 德川家移封至关东后 家康对驻将进行封赏 第一位是景仪执政 十二万代 然后就是本多中盛 和神员康正的十万代 不光是跟本多中盛 他跟景仪执政的关系也很好 康正曾经说过 知道大狱所心中所想的 只有我和执政 不过对于家康而言 可能更需要的是 能提出自己没想到的东西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到最后 反而是把本多正信带在身边吧 官员之战时 康正作为德川秀中的监军 在他的调节下 秀中才被允许在福建城面见家康 官员之战后 康正被封为老中 但没有领地上的封赏 据说是因为家康 想把以前的功绩一块算上 给康正封到水户二十五万代 但是康正以在官员未能立功 而且从水户来江户参秦 不方便 为由的拒绝了 家康为此大受感动 写了一篇神式正文 就相当于是贬死金牌了 后来神员家第八代时 就用这玩意儿避免了 被改议的惩罚 在1606年 换毛囊炎去世 会人的评价中说 吴勇不及终胜 但用兵还是康正和职正 更胜一筹 这几个之前说过 说一下平手范姓 有说是信长的老师 平手郑秀的第三次 也有说是孙子 跟他有关的记载很少 只有三方元 战死这一条记载 因为左九间信盛早早撤退 只留下平手范秀独自作战 最后因为不熟悉地形而无法撤退 所幸冲入武田军中战死 因为平手郑秀为了劝解信长而自尽 对信长而言 平手郑秀是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人 所以对他们家的人格外照顾 而三子平手范秀死在了三方元 次子平手九秀死在了长岛一向一魁 平手是郑秀这一支就绝后了 所以后来信长流放左九间信盛时 就提到他对范秀见死不救 根据这一点就可以得出 三方元之战龙川一翼确实没来 知天方的元军只能是左九间信盛 水野信元平手范秀这三个 不然其他人为什么没被追究责任呢 溜放林秀真实完全没提平手范秀的事 说明他不在 水野信元早就被信长命令家康谋杀了 所以这里没有左九间信盛 而是龙川一翼就很奇怪 这已经不是半藏的篇章了 没有必要让龙川出场了 最后还得说一下石川树正 石川氏也是松平家最早的安详普代之一 石川树正的母亲是松平氏树留松平重吉的女儿 也是和家康他们占亲的 按辈分来讲 石川树正和松平清康是一辈 家康得喊爷爷 树正是家康最早的家臣之一 经常作为使者出使 刚独立的时候 就是他去和金川试真交涉 用之前俘虏的提殿长照和提殿证次 换回了信康和筑山殿 护送回了刚齐城外的西岸寺 顺便一提 那时对筑山殿的称呼方式是 信康的母亲 说明家康独立的时候 金川那边已经令他们离婚了 之后又作为使者出使之前家 成立了日本战国史上最牢固的青州通盟 三河一乡一魁时 他父亲石川康正站在了一魁军一边 而树正则改宗为净土宗站在家康这边 战后 石川家家都改为树正的叔叔 石川家成 不过比他还小一岁 而树正则成为家老 在信康圆福后担任监护人 之后德川家攻下远江 把石川家城调了过去 西三河的骑头就改由石川树正担任 他也参加了德川家的各大战斗 但值得拿出来说的 就只有三方圆被石头砸的那一幕了 被两三百人的水溢之者 用头石激怒并遭受重创 在信康事件后成为刚齐城的城代 身为信康的监护人 结果出了这么一件事 普遍也认为他后来出走和这件事有关 在本能寺后开始负责对羽柴秀吉的交涉 几年后突然离开德川家 并改投靠封臣秀吉 原因有很多种说法 我比较赞同的是 树正主张和秀吉和解 造致主战派的敌意 在德川家中 环境受到的影响待不下去了 其他的说法中有的说是 受了秀吉封赏 招致家康猜忌 这个我就不同意 景一执政就是反例 还有就是之前说的信康事件的影响 可是平原亲吉又是反例 如果说家康故意疏远刚齐重 改用宾松重的话 鸟居大九宝平原 还有三奉行可都是受到重用 还有说是两人的茶道关键相悖 这个我一个茶道等级为零的就不掺和了 总之到最后他是进了封臣家 因为他太清楚关于德川家军制的机密 家康呢就找了很多武田的遗臣 把自家的军制改成了武田柳 后来树政就一直作为封臣家的家臣 受封在信农松本十万代 其所筑起的松本城 如今是作为国宝的五座古城之一 该敌方这边了 在三方元大败德川军后 信玄转攻 三河野田城 在攻陷之后突然 吐血病倒不得不撤退 并在返回的路上去世 但是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的是 他病倒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一年前 信玄第一次进攻的时候 已经出现过这样的状况了 也是从远疆转向攻三河 在连续攻陷小山竹筑田峰野田 二连牧城后 吐血病倒 然后撤退 两次都在很接近的地方发病 让我怀疑那是不是有点什么 或者是吃了喝了什么过敏的玩意儿 然后再说说信玄之所以会选择打德川 而不是之前的原因 我赞同的说法是 信玄打德川是为了搞臭之前的名手 他的目的是让信玄不派援军 对盟友见死不救 如果信玄不派援军 那正处于多线作战的之前家 其他军团就会受到动摇 自己在陷入危难时 主军不会来救 信玄这么考虑是因为在一年前 进攻德川还不是很顺利的时候 信长对此是一兵未判 甚至秋山虎帆打美农时 反倒是德川派兵去增援的 但信玄没想到的是 这次信长派兵增援了 而且刚刚好 虽然理论上是去救二宇城 结果没赶上 但是这些加上家康手里有的 守住宾松那是绰绰有余了 你要派多了 先不说宾松城装不装得下 粮食怎么办呀 所以我为什么支持 之前援军是3000这个数呢 第一 这个数字对于加康来说 能用得上 而且能承受得住 第二 信长能派出的援军数量 绝对不止3000 但是他的兵不能光救你 德川一家呀 当时之前是多线作战 不救德川 别的军团可能会出乱子 但如果全拿来救你了 别的地方我派不出援军了 一样会乱 这是信长的考量 必须派 但派不出太多 但得说啊 幸好他们来的慢了一步 要是在武田军攻二宇城之前 就进去的话 毕竟这3000人还远不到 能和武田正面作战的程度 守守城还可以 可惜那是防备能力 有缺陷的二宇城 那要一备断水 这些援冰就完了 我估计信玄也后悔 要知道二宇城能断水 当初就应该打慢点 让里边多拒绝点 注意一下这俩副将 如果有人迈走 大部分情况就是因为平手饭秀 死他们手里了 然后其他人的话 等武田军的章节再说吧 但是山陷昌景这里需要说说 没错 我现在要说的就是那人之辈的事 那人便是山陷昌景 这个梗已经很有名了 不过这个是后人编的 山陷昌景的死法 要么是在支德联军的追击战中战死 要么是被大九宝兄弟所杀 但是我说这个的重点不在这 而是把这个故事和中盛另外一个故事 结合起来看的话 那可能我们一直以来 我们玩这个狗都玩错了 咱要说的是关于中盛脸盲症的事 这事发生在家康统一三河的过程中 进攻三河牛蛙城市 16岁的中盛和金川家的猛将 承索柱之云单挑 柱之云一枪刺去 中盛趁机就把枪给夹住 夺了过来 兵器被夺的柱之云 跳入河中逃走 中盛想追却没追上 但是记住了他头上戴的杰梗斗笠 对 一对一单挑 结果除了斗笠外 其他外貌特点一个都没记住 之后又打吉田城 中盛看见敌阵中 有个在杰梗斗笠的人 大吼一声 承索接招 就一个剑步冲了上去 为了不让他逃掉 中盛一上来就使出了权力 将对方给击倒了 骑在他身上正准备割下他的手机时 仔细一看 诶 不是他 承索柱真允是个老将 这却是个跟自己差不多大的年轻人 便问道 你不是朱之允 抱上名来 对方回答道 我名为穆总次郎 这杰梗笠是向朱之允借来 只为能和平巴狼阁下交手 此乃一生之荣誉 这木董次郎是金川家另一猛将 穆孙左卫门的儿子 他听说了陆角盔和杰梗立的大战之后 向朱之允借来了这个斗笠 就是为了和本多中盛交手 中盛得知他特意为自己而来大受感动 放过了对方并说道 既然如此 我二人先暂且撤离 若是阁下五蕴昌龙的话 我们也想让你加入我们 如果德川和金川之战是我们获胜的话 请务必来找我 在金川家灭亡了之后 木董次郎也按照约定去找了本多中盛 成为了他的家臣 打的时候没发现 都骑在人身上了才发现认错了 本多中盛这脸部识别能力可想而知了 所以他喊出那句那人便是山陷昌景之 不代表对方非得是 山陷昌景死哪 跟他能不能喊出这句话 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以后玩这个梗啊 我建议死别人 敌方的非初期配置有三对 针天姓村和女忍在第一个任务结束 第二个任务开始后 再过一会就会出现 如果他们俩进了我军本镇 就会变成斗气将 然后就是高板昌信带副将袁昌益 需要德川家康接近脱离地点时才会出现 正好流程A这次就要走撤退路线 所以他们是会出现的 说一下本官概要 在中盛等人的奋战下 信长脱离了困境 德川军为诚心整顿军事而撤回了三河 然而就在这段时间之中 拥有战国最强骑马军团的武田军开始上路 朝家康的与领地远江袭来 武田军攻陷远江铸城 并无视德川家康的根据地 宾松城而西进 家康认为这样会丢了身为君主的面子 开始追击武田军 但这却是为了在野外决战一举葬送德川的信玄之计 每次打到三方圆我都在想 为什么一代这个三方圆老是要往敌军的方向撤呢 如果按这个方向的话 我们怕是要撤到武田家的领地了 这是撤退还是进攻啊 这流程A就走撤退路线 也是通向上路线的方式 好的 开始战斗 出发了 特别有挑战 这个局务将被结束了 在这些 coaching中的程度 人家的病毒 进攻是 的人家是 可 notification 凡方的波子 有什么 不断 自己的力量 大人 第一个任务是在前线击破小山田厅 成功的方式就是击破小山田信茂 失败的方式有三种 第一种是小山田信茂到达了九景宗寺初期位置的那一行 第二种方式是我军任意有将败走 第三种方式是这个任务开始过后过了三分钟依然没有完成 所以这个任务就不要太急 可以先清理一些敌兵 提升一下有军的士气 避免他们在接下来的任务中败走 还可以像这样先拉住这个小山田信茂 把他给带回后方 在不击破他的情况下 干掉后面的那几个敌将 啊 神仙昌昌景过了 神仙昌景过来贴走 神仙昌 神仙昌景过来 神仙昌景过来 门 神仙雙 神仙吓 我们的刀 神仙雙 神雙 神仙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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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神仙信帽血不多了 我说能不能 对当直接又空放反击 被人打断的话 就可以触发 他得补血被我这几个护卫兵给打断 没办法我又得再 这么空放几个反击 让他补血了 好了他把血补满了 这样我就拉着他再去打 在后面的那个敌将 之所以要拉着他是 因为不拉的话 他就很可能会去 直接南下到九井公司那附近了 这样认为会失败 等把五天圣外也干掉了 基本上小神仙信帽就不认留了 再留了的话 这个三分钟就过了 这里清理完了 该去打内通昌风了 对这次的编列 后面会失败了 停止 再忍 停止 又是一家人 更多的女性 但是要不要緊 可抗欲的地獄 下一个任务是击破五天骑马军团 就是现在地团还标志着这些个 失败的条件是我方任意一个有军败走 现在也就剩一个马上新闻 真天幸村和女远出现 下一个任务就是击破这两个人 已经完成这个任务了 下一个任务就是副送得传军全武将撤退 我先来把这个系统的这两个副将干 不然的话平手就很容易败走 这个副送任务也是要注意 任何一个武将败走的就会失败 就进入不了上路线了 然后击破幸村和女远的这个队任务 是不会失败的 他们到了我军本镇就会变成斗气战 哦对 就是进入我军本镇 跟家康本人在哪儿 没有任何关系 在家康本 Jos 神,我做得好 我做得好 敵将,我打取了 我做得好 快要做得好 他们进入本阵也是有台词的 所以还不能把他们打死 先让他进来一下 这句信息过后 他就会进入到斗气化 不管你还看到哪什么大将 我们这个本阵里边 除了我之外 就只剩下零零散散的几个兵和一个据点 我们这个真正的大将 已经跑远了 终胜是个脸郎 您这是瞎子呀 好了 该去引另外一个瞎子了 本阵里边的几个兵和 但是那些力量是武射振り的 能够得到这架 能够得到这架 明明家康就在你旁边 结果你还要去本镇里找他 对了,得打到点险 不然他变成斗气的话 这个防御率就高了 好,差不多了,该把他给带进去了 你瞎呀你 哦对,你是龙虾,也是虾 这一场就是 脸盲咒,大战瞎子 他什么样子 再来? 一名的 别人两个部队 负责吧 一体的 敌相就好 我 slipp吗 好,金属 很可爱 没错 这还有人 直到这边 你需要 这本阵是守备成功了 我这一个没人的本阵 我手头干嘛 接下来呢 关注一下这边的敌 因为平手 反正就这边还是会有危险 这边还是会有危险 最好能让信玄的队伍士气再下降一点 他不能花太长时间 因为加坑快到那边 他到了那边之后 高板昌信队交出来 他不能花太长时间 現在就先去幹掉高板隊 這次的怎麼就連的這麼爛 然後是 這是那邊的劇場 出兵點應該用的是右邊的那個 平常算秀時最需要注意 加康必須要等其他人都撤退了還是沒撤 是我的意思 平手飯秀那邊算是安全了 接下來就是掩護這邊了 沒有辦法去打五天性弦的 因為在不出現那種 勝利條件改變的情況下 這個五天性神本陣 是不會出現守備頭的 就沒辦法開門 好了我算是已經把敵人給堵住了 接下來就只能是在這隨便殺一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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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 就ardon 可能是在这儿随便杀一杀了 搬葬的这关也就这么一句才死 倒计也是,只有撤退时的一句 我做是比赛的,你一定会有的力 我会把这些力量的一幕 我会有多力的,还是比赛的 我会有多力的这些力 你会有多利,这些战争 你会有多利,这些战争 我会会有多利,这些战争 勝敗是陛下的烈 我会成为莫名的战争 就这样 在本多忠圣的周全护送下 全军得以成功撤离 忠圣在此追求的是忠诚之武 为了主军为了德川而动用自己的武力 接下来是通往下路线的流程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